民眾駐足在攤位前挑選巧克力 或是看看來自立陶宛的果汁 台立友好交流 也讓立陶宛美食在台灣掀起旋風 百貨業者舉辦美食嘉年華 將立國美食搬進百貨 不只民眾逛展 台灣廠商也前來接洽 它很特別 它是榴槤口味 可是我不敢吃榴槤 可是這個好好吃 可以直接買下去 一定要的啊 立陶宛是算一個新興的地區 那我們是有接觸到啤酒廠商 還有一些醬料廠商 搶攻台灣人味蕾 不僅有觀展民眾必逛的立陶宛啤酒 還有立陶宛國寶級純手工巧克力 更將自家產品納入台灣元素 打造台灣烏龍茶風味的手工巧克力 河內放上玉山照片 用巧克力象徵台立友誼 其實在去年的話 台立我們的貿易額大概是一億六千萬 我們目標是在明年能夠做到三億歐元 那我們其實是看到了很多不錯的好機會 包含立陶宛的東西 更不要忘了 其實還有台灣的東西 我們也會出口到立陶宛 台立貿易平台業者表示 中共對立陶宛的商品打壓 也助長了台立貿易 原先還在觀望的立國廠商 現在也希望能盡快推廣商品 加速了雙方合作 新唐人野太電視 曾義豪 曾欣敏 臺灣 臺比 報導